但是呢 我的確呢 就不只有一些舊東西的 還有一些新的 譬如我還可以落一字馬 你笑不笑 哎 不好意思 她說已經over了 她說她們也準備好 所以叫我不要落著 下午了 現在呢 就比較 生活正常一點 做運動的時候 小心一點 但是記住有個位置 真是要做運動的 如果不是呢 我們就沒辦法做這下的了 50歲的時候 我是做到的 60歲的時候 我想你們在微博都見到我做到的 有沒有人見到我做到的 見過了吧 那我不用做了 你們見過 對不對 你們見到就行了 需要做嗎 是 是嗎 是 不要以為我做不到這條褲子 不要以為我做不到這條褲子 是嗎 是嗎 只要是五十歲、四十歲那些做到,我們做不到 只要我們努力是做到的,好嗎? 好 沒錯,時間過得很快 我們這個演唱會是從本年的六月份開始的 六月九號開始 然後到現在已經過了差不多四個月了 快 然後做了五十幾場 就是每個月我們平均都會做十幾場的 所以 如果 加油!加油!加油!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先下去慢一點對吧 然後 今天為什麼會慢 因為我今天用的是 左腳 因為過去五十幾場 我都是用右腳下去的 哇 再來一次 下去感覺太快了 很多朋友都說我沒拍到你了 所以今天我嘗試用左腳 然後左腳因為比較少下去 所以下的比較慢一點 再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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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啊,我想啊 總不能 總不能只有一隻腳能動 那所以還是要兩隻腳啊 那所以我就想說 我們在寧墨站這裡試試看用左腳 也是我第一次 用左腳下去的 哇 哇 哇 我有害怕喔 我為什麼 用左腳 哇 就在我前面 因為這個鍛鍊還是需要的 我想 因為太習慣用右腳了 那左腳就 比較 比較沒有那麼靈活 那 我想 只是想 告訴大家 這個東西啊 無論是幾歲 30歲也好 40歲也好 這位哥哥 我想你也可以 應該 應該比我大一點點而已嘛 對吧 我第一次來看我這個演唱會 會的嗎 那可能你們都應該知道 我會做一隻馬的 對吧 那我今天 就先告訴大家 我現在馬上就要做一隻馬了 因為你們常常說拍不到嘛 對不對 可是今天 因為我已經做了57場了嘛 對吧 然後所以我一直 我覺得 我昨天的朋友已經知道 我一直都是右腳這樣下去 有沒有 然後就很快下去 然後就很快下去 然後昨天開始 我覺得右腳有點痛 所以我現在今天會改成左腳 然後左腳下去 因為 因為練習比較少嘛 對吧 然後練習比較少 所以下去會比較慢一點的 所以大家不要緊張 沒關係 每個人都可以拍到的今天 因為我很爛 你們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照不照的去 對我來講真的是一個非常大的考驗來的 下去了 另外一個考驗就是 就是起來的時候 所以啊 張學友 好 第一件事先做這個 加油 肯定會覺得 哎 趙學友今天做的好像有點慢了一點 就是 不是慢 這是沒那麼 沒那麼 利手 聽懂嗎 利手嗎 沒那麼利手 原因是因為我是用左腳的今天 過去我都是用右腳的 現在右腳不行 因為做了60場了對吧 然後右腳會痛的 接下去也是會痛的 好 所以我就練一下左腳 然後回去練的時候 發現 左腳也可以下 就是笨一點的感覺 笨一點沒關係啊 我們再練習就可以了 我知道 無論如何 我們都會讓今天演唱會 就算我左腳 右腳不行 我左腳 左腳不行 我就 還沒練成 還沒練成 差不多了 你看你看 你看你看 不要這樣子 不要這樣子 不要逞強 我一直回家跟我自己說 你六十家了 不要逞強好不好 對 好 好 好